请扶账 谢谢 狗蛋 是我 杰哥啊 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怎么了 急吗 急得很 有人要勒索我 什么 勒索你 谁呀 这么大胆 快点 见面再修 行行行 那个 你在哪儿啊 老地方 行 好 我马上过来 来 站住 把车号记下来 怎么又是找不上了 哎 杰哥怎么回事啊 谁啊 就两个小混混啊 别敢抢我的主角 气死我了 别别别 你别别别生气 慢慢说怎么回事 我能不生气吗 他们俩说了 第一 让你以后别到七五零去了 让我不去七五零 什么意思啊 他们说是你是神眼 怕抢了他们的饭碗 太明目张胆了吧 谁啊 小平安 他还说了 只要你同意他这些条件 就对他的那个行刑逼顾事情 他就不再追究了 胡说我行刑逼顾他 他都残了你不知道啊 就这件事得到的去检察院了 你别忘了 检察院是可以追究这件事情的 这事我能不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掌一百张嘴我都说不清楚 他那个手腕子为什么就烂了 胳膊为什么就萎缩了 一旦检察院真的要治你 那你该进这账啊 我认账 你看着我认账 他就是把我判了 我得跟他打一辈子观众 非得把这事搞清不可 没错的 你别说这些了 现在他们要敲诫我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怎么回事啊 就是要不给这十万块钱 就把我最近赌钱的一次事 给图腾网上去 我说哥哥 你这赌钱的恶心你怎么就改不了 你就管不住自己啊 我觉得我现在有瘾了好像 要不赌钱我心里难受 有瘾了 有瘾了 对难受 这会让人抓着拔饼啊 这不是自己在毁自己吗 自己在毁自己知不知道 那我找你来干吗了 我这想办法吗 想什么办法 你赌钱我能帮你想什么办法 行吧 这回咱俩 都让这个姓萧的给困住了 你撑了龙龙鸟 让人抓着把柄啊 我撑网中鱼了 现在都啥还找我麻烦呢 那脑霉吧等着吧 不行 明哥 那我绝对不行 把枪给我 干什么 疯了你 我是疯了 我先把他们灭了 把枪给我 你真疯了你 我把枪给你干什么 你去把他们两个杀了 对 我就要躺下了 他们让我完蛋 我先让他们完蛋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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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给我 干什么 快点给我 干什么什么你 别忘了你是警察 就因为别人敲诈你 你就拿枪去把人杀了 你说杀人犯了是吗 别忘了是因为你自己赌博 我靠下了 你自己赌博 你害怕 你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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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你去做个什么 别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可恶了 也可能是我进公安战线时间短 就是运用我所有的想象力 我也想象不出来 这世界上能有 能有这么卑劣的人 肖平安 男 二十八岁 李源人 从小就流浪街头学会了掏窃 十六岁就进少管所 我查了一下 他至少是七进八出 两次教养 三次判刑 他今年刚二十八岁了 算一算在李源的时间至少有十年 正是他一种进出拘留所和监狱的经历 让他学过了这么悲劣的手段 这自残就是其中之一 我也当了十年的刑警 抓过不少罪犯 还真的是没想过 罪犯被我们警察的包袱 是 陈队 上级成立一支洞察队伍 这一步还真叫引建筑石啊 请进 郭叔姐 您好 您好 小树同志 您好 您好 来来来 你来看看 请休息一下平安事怎么干 坐 这个人我找过他 刚进去就把手腕上手铐印的一块抠破 让他溃了 看守发现了把他送到卫生所里包扎制呢 回来他就把药弄掉 再弄些脏东西让他继续溃 到了夏天啊 他还抓些苍蝇蟑螂在伤口上 终于 这手腕上乱出了一条伸钩 郭叔姐 你看看这人 他心机有多深 他睡觉的时候啊 他就把这个左胳膊压在身上下 不让他动 久而久之 这个左臂的肌肉就萎缩了 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看 这个人帮助萧婷安抓过死苍蝇蝇 弄到伤口上导致退了 所以他有最直接的证明 对 调查证明 刑警昭明的是无辜的 我们就应该尽快地通知他 让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好 萧婷安通过自残骗去保外就医 更为例的是他诬陷警察 这就增加了两项罪名 我回去去追加新的起诉 好 先把他收肩 还是先把他收到监狱医院去 相信在医生的监督治疗下 保证不出一周 伤口就会痊愈 那小郭同志 材料都给你 麻烦你抓紧准备 好 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坏人 长期逍遥罚外 好 那我告辞了 康书记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 我去送你 喂 我是 张忆啊 读查大人 我现在开车呢 开车打电话违反交通规则呀 请你马上到分局都查办公室来一趟 读查大人 你找我 我就是招着寄来 用不着说请 行 我现在过来 读查找你干什么呀 他找我 还能干什么呀 除了处罚 就是通报批评 前一段我是警装着装部长 让人读查给查到了 今天你找我 我着急 又正好赶上读查 射卡查车 我又闯过来了 你说现在找我能有什么好事 若说你 以后做什么事情小心点 别老往枪口上撞 大不了不穿这身警服了 你胡说什么呀 不让你当警察你还不疯了 再说你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我已经啊下岗喽 下岗了 离婚了 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前一段 我跟我女儿一起住院的时候 过后不久她就提出来了 理由呢 没什么理由 开始呢就说做警察工作 危险性大 好 现在加上我这身体不好 说不定哪天就 我理解 其实真的 我理解 就这么分了 没有一点挽回余地了 有啊 那就我不干了呗 其实你的心情啊 我都能理解 我也和你一样 热爱这份事业 谁让我不珍惜呢 现在已经没回头之路了 不说了 好 好 行 哥 你就在车里面一会儿 我估计上边很快就晚 行 你先去吧 冷静点 去吧 来 哪位洞察大人找我呀 老赵 来来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位我们以前认识 来 请坐 张文泽同事 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神眼 说你看过的东西呢 不容置疑 没说的 没说的是我的口头语 神眼才是他们瞎叫的 那怎么能是瞎叫的 这说明啊 你有真本事 行了 行了 有事说事扯那么多血 没干啥啊 好 那我就简短节说啊 前一段时间我们刑警大队 和这个检察院 一起调整的事 就是肖平安控告你 刑讯逼供的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现在是喝凉水都塞牙呀 你说就像肖平安这样的人 都敢倒打一耙 我干这个刑警还有什么意思 处理吧 对这件事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根据证据显示啊 肖平安身上的伤口 都是他自残所致 所以说肖平安对你的控告 都属于控告 来 喝杯水 你说的 这是结论 是我们和检察院共同得出来的结论 等等 我 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你能再说一遍吗 好 赵平德同志 我们警务读查呀 不光是要挑警察的毛病 还要认真维护警察的权利和利益 所以对你这件事 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肖平安身上的伤口 确实是自残所致 所以啊 他对你的控告 都属于诬告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这么说你们不是处理我呀 我没有行进逼供的罪了是吗 不但不治你的罪了 反过来啊 我们还要追究肖平安的行事责任 他对你啊 犯了这个诬陷罪 郝教官 不 黄刚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怎么还是不太相信呢 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我能开玩笑吗 好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理解啊 我是一个刑警 被犯人诬告我失 是什么感觉 我能理解 他肖平安 收购到卖文物 证据确凿 我就给他靠了一个手铐 我怎么就是 我 我怎么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你们说 其实我都想好了 你们处理我 就是判了我 我也跟他打一倍官司 我 我一定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告诉你啊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我们绝对不会 让这种事发生 是 我没想到你们今天 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们想尽快告诉你 让你早一点谢谢思想上的包袱 说实话我还是不明白 他 他那伤是怎么弄的 怎么就就就赖到我身上了 你要想解开心中的疑问 我现在得问这位庄严同志 这件事呢 你必须要谢谢他 就是因为他 我们才重新调查 庄严同志 我真谢你 我能经理你 有什么关系 都是我应该做的 老赵 咱们都是人民警察 这一点毫无疑论吧 下回再出门 着装注意警工记 小心吧 没说的 来 那个 这是关于你这个案子 检察院出的调查结果和意见 给你一份 付意见 这 这 这个混蛋怎么自己用这种办法呀 这 这 这个混蛋怎么自己用这种办法呀 重新代入他需要多少时间 审讯取证 怎么着也得一个月吧 不许 那就来不及了 走 你现在马上上来 督查办公室 我不去 我去你那儿干吗呀 你必须上来 没说的 谁啊 安洁 是今天上午那个肖平安 和另外一个人 敲诈他十万块钱 让他明天就交出来 庄严 为什么呀 这个安洁上次赌博 让人家录了像 这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进来 进来 是你 你好 我是当调到这儿来的 来 请坐吧 你都说了吧 我还没说呢 相信我 坐下 说吧 好 我说 好 好 安初 久等了 我早看见你们了 你们来得比我还早啊 穷怕了 着急 我也穷了 真帮不了你们的忙啊 安静 我说你是不是把这点意思 真的变成不好意思了 这笔钱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哎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不素不相识 我凭什么要给你们钱啊 安初啊 你仔细地想一想 这十万块钱对您来讲算个屁啊 如果你要是不给 我们就把你的录像传到网上 那你的前程就毁了呀 这抗头热还是抗烧热 你总能分得清吧 是啊 我当然分得清了 你们是想用回我前程的办法 来要挟我拿十万块钱 你们说一说啊 这不是敲诈吗 没错 可以说是敲诈啊 我们就是敲诈了 你不就得乖乖把钱拿出来吗 吃了 钱备了吗 拿了 没带 真没带 没带 你真有那个胆子吗 给我爷们 还带着刀来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是高干子弟 你的命比我们值钱啊 说实话 这次你要是不拿钱 这后果将会很严重的 是啊 这后果很严重啊 对 哎呀 好了 你们的行为呢 已经构定犯罪了 哎 哎 哎 这怎么回事啊 这儿啊 乔六 夏平安 你们都赌了 安静 有种 好吗 好吗 安静 好哥 我们直前去了 好 走 走 走 谢谢啊 我跟您说的 好 你好 好 谢谢啊 是吧 对 我要告诉你 现在我们如何 知道了就你一个人在 欢迎光临 是这样 前一段那个 秦家谷派出所 报告刑警对一个情况 说你骑摩托车 去一罗山的时候 有人给你下了半马锁 对 有这么回事 刑警支队的领导上报了 但是那个张正伟认为啊 半马锁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所以只能算一个情况 不能立案 这个案子后来你去了 我是秘密去的 我在那儿观察了几天 那儿有几个外国的文物贩子 在那儿倒卖文物 还真有重要的文物 没说的 这件事我相信你的眼光 但是后来我想到 他们要暗害的是你 这里一定有别的情况 我就在那儿 安插了一个耳目吧 昨天他回来了 跟我说了一些情况 看来这个肖老葵一家 水很深 对 这个我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也有所感觉了 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肖老葵一家最近一直在议论你 议论我 是怎么会呢 你跟你老婆离婚的事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听这个耳目说的 他们说你是部队转业的 你老婆是别人介绍的 当你们结婚之后呢 你老婆过贯部队的最近生活 一直生活在省城 是 问题就在这儿 最近肖磊找到了他 当然他们是因为跳舞 就跳到一块儿 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么多了 我就不隐瞒了 在我转业前两年 我就发现 发现有什么地儿不对了 你知道啊 夫妻之间的事 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可能想不到 肖磊找他 还有另外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 你有个内地在海关吗 肖磊找他最终的目的 是要把你这个内地拿下 为他们将来的文物通关服务 这把混蛋 豪哥 我跟你说 其实我跟你说 这些事情呢 有点泄密之险 但是这些事情 关系到你的人生 我相信你不会 跟任何人说起 我谢谢你的好意 这些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对啊 大家都说 你秉性值觉悟高 其实我也很佩服 尤其是你对我那件事情的 解脱我无法报告啊 这件事都是应该的啊 别再说了 所以呢 我就说点你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可能有些在调查之中 我希望能理智对待 我知道 我听说这次如果你找不到 你老婆有外遇的证据 这场的官司就得输 我现在正在努力寻找 我相信只要有事实存在 我就一定可以找到 没那么快吧 给你的 来吧 不 这些照片可以作为你所说的证据吗 可以 完全可以 我很佩服你这冷静和理智啊 我以前是一名军人 现在是一名警察 我知道该如何面对荣誉 也知道该如何面对耻辱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等待我们通知 好吗 如果需要这些证据 我会通知你 好 谢谢 现在我们有请文物级领导和企业家代表共同剪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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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您好 喂 这个 老太太到我这边来了 她好像找什么人 帮我查一下她 头儿 你怎么忘了 她是个哑巴呀 我忘了这个 你问一下老好 看她的花找到别拉花 我想通过她 咱们能摸出一些情况 要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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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肖宗好 好 老太太 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这边 大宁 听说您去秦武林去了 您碰到什么熟人没有啊 我猜您是不是去找什么人去了 您哪 要找人啊就告诉我了 我找人可灵了 一找一个准 怎么 您还不放心我找人啊 看脚底下 看着 到家了 大娘 以后有什么事您就找我 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没呢 我给您把药盘回来了 还过去没药啊 给 来 我去给您做饭去 我真不想吃了 不吃饭哪能行啊 不吃饭哪能行啊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儿 吃饭吧 吃饭 吃饭 爸 我真不想吃 当警察的该吃就吃 该吃就吃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事 好吧 今天七五零都乱到吗 人去了不少 听说向老魁是这次修缮七五零工程的投资者之一 当初也是他带人砸毁了七五零 三十年前我在秦王普派所当所长的时候 跟那个向老魁打过几次交道 这个人很不简单 他是李源少数几个具有初中中华成本的人 极为聪明 学什么都能够急于反三 自然就成为了李源青年人中的头发 我在当所长这几年 我在当所长这几年李源出了不少的事情 记住我都和这个肖老魁有关系 但是没有缺少的证据 这个事情也隔着起来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好刚转业到了咱们所 他刚一到就要求到李源去工作 而且还在那儿搞了一个社区警务室 吃住都在那儿 他倒是发现了不少肖老魁的蛛丝马迹 在李源搞社区警务室 这是个新鲜事 是啊 后来李旺也学他 在他那个片区也搞了个警务室 结果他发现肖老魁的儿媳妇 经常到他那个片区去看一个 收货烂的老太太 肖老魁的儿媳妇是不是叫云兰花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云兰花长得很漂亮 从小若爱文艺 后来搞定了什么购物团 并在团里结了婚 那他就是嫁给了肖老魁的儿子肖雷 他也是个跳舞的 后来听说睁眼主角 气得得了一场病 那就应该是他了 这个老太太长什么样 头发基本上全白了 勾勒着个腰 腿还有点缺 话说不清楚 一个紧破烂的 一段话怎么会去看他 还送吃的 不知道吗 而且今天这个老太太 也去前五陵了 她拄着个拐杖 两眼直勾勾的 好像在找什么人 肖老魁一看见他就走了 而且老太太还一直在原地 再不停地在找 等等 等等 这我想起来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三十年前从里接到报案 售到宜荣山的悬崖上面 有两个人和一个女的在寺打 然后呢 然后 听说是把这个女的推到悬崖下面 那不就成一桩杀人案了吗 是啊 接到报案 我带着陈姐芳一会儿到了现场 我带着陈姐芳一会儿到了现场 我带着陈姐芳一会儿到了现场